严世凯 你干的好事 竟有这种事 记者是捕风捉影 太后 信不得 没这回事 回太后 没有 严世凯 我知道你不会哄骗我 可你得给我说明白 这大清的江山 你到底想怎么着 太后 依臣所见 革命党要求共和 我大清要君主立宪 长期以来 本来就是这么着 这共和 自然是不能答应 还要准备着打仗 不过咱大清的这君主立宪的要求 也不妨和革命党方面谈一谈 若是能和平解决 也免了生灵涂炭 要是真能这样 那是最好了 圣旨下 以元世凯为权权大臣 委托代表持赴南方 讨论大局 亲此 叶王入室 我说 摄政王 这样的好东西 你还有多少 我虽然不再是摄政王 但要武装一个洋枪队 自信 还做得到 好 咱们大清宗室成员 成立一个宗社党 盯着那个元世凯 如果他要弹出个军线 他还罢了 如果他要弹出个共和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 今天用最后 Su 夕 基本 新龙 母 放 mist 怎么 我们 再当远试看一把 你把总统的位置都让给他了 两条 第一 他提出的满清训位后的优待条件 答应他 第二 梁碧城里的那个满人宗社党的势力 要遏制他 禁之王宫 各府府院大臣军舰 共和国体 原以置军于尧顺 整名于水火 乃因二三王宫 别自阻挠 以致 因止不斑 万民受困 现在全局危迫 四面楚歌 暗杀之党灵力 烧出防范 破变即生 实现九庙两宫 于危险之地 宫 提供 七 六 八 三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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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开我 放开我你 北洋第二军统领段祺锐领兵入京 前方将士有本承奏 袁世凯 奏事干嘛还要带兵来 倒也没有多少人 不过是段祺锐的一些亲随 是你让他们来的 不是 北洋军 不听你的吗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臣以为 太后 还是召见一下为好 那就让他进来吧 宣断祺锐领尽见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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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识 提示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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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来 不认识 不认识 这是什么呀 大清第二军统领 前线总指挥段祁任 叩见太后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段祁锐 你要干什么呀 太后 我前线战士 在前敌奋战 已是四月有余 亲眼目睹战火纷飞 百姓死于非命者 每日何止数万 我前线战士并不怕打仗 且已服从军令为天职 但这仗我们打得太过呢 我大清要打仗 为的是君主立宪 革命党跟我们打仗 要的是民主共和 原来 只是个国体之争 原来双方都是为了 救国 这种仗 我们为什么要打 我们听说 太后原本对共和军县 并无分输 无非是几个王爷 做事江山设计之危而不顾 做事百姓生灵涂炭而不救 我前线战士 绝不能容忍朝廷有如此败类 短其锐 今不揣冒昧 谨率全军将士 挥泪登车 冒死进京 向太后 与各位王爷 痛臣厉害 国家社稷之重 远过我大清 一姓君主 请太后 您查 刚才你说什么 前线的士兵 都到北京来了 启禀太后 革命党炸死了梁碧大人 袁世凯 臣在 我让你到北京来 是保我大清江山 和我母子性命的 现在 军队逼宫 这大清江山是保不住了 你孤恩负德 还有什么脸面 建祖祖于地下 太后责备的是 微臣罪该万死 民情风靡 事不用命 大事去矣 臣恐 一面祸起萧强 一面外敌入宫 到时 恐全尸 亦不可得 那革命党 是怎么说的 朝廷派出的谈判代表 送来了革命党 提出的条件 要是 要是我大清训位 他们将答应太后提出的一切 优待条件 如此侮辱皇太后 臣已断然拒绝 先别拒绝 先别拒绝他 还是跟他们再谈谈吧 太后 臣以为 已没有什么好谈的 古人云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一死河南 臣 将于革命党血战到底 愿是开 你 你小心心做炭 你 你 你闪开 皇爷 退点 皇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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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大人 原大人 任世凯 弱臣贼子 你个弱臣贼子 我打死你个弱臣贼子 你谁也不准动 亲王爷 我打死你个弱臣贼子 亲王爷 这说什么 任世凯 任世凯 我打死你个弱臣贼子 亲王爷 你放开我 满朝清贵 属你 远世凯 属你最了解我原世凯 要是连你都觉得 我原世凯的所作很唯一 不是咱大清的最好选择 那你就打算吧 算了吧 四哥没亏待过咱 不介意 原世凯 我跟你绝交 庆亲王 咱们原本就没什么交情 原世凯 我他妈瞎了眼 阿玛 阿玛 亲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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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世凯 你这样害死我们娘俩 小atore 亲Jeff 亲爸爸 亲ana 亲妈 亲爸爸 亲 daddy 臣袁世凯 誓死捍卫皇上 皇太后的权益 真棒 这优待条件的第一款 清帝训位之后 尊号仍存不废 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民国政府能保证吗 臣忠心的希望 太后和皇上安居如常 大内宫殿和颐和园 由大清皇帝随意居住 这一款 老头 你们不会出尔反尔吧 老头老头 你陪这玩玩 陪这玩玩 快点 微臣 叩见皇上 好了好了 平身 陪这玩玩 快 微臣哪 给皇上带来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啊 叫积木 好 可以达成各种各样的宫殿 小豆子 这一条你必须保证 皇族个人已有的财产 要注明民国给予特别保护 民国政府已向全体国民宣誓 这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太后 您和皇上 何不与民同享这权利呢 那也好 剩下的 就是你们民国政府 每年给我们多少费用呢 不不 不能往这搁 应该往这搁 这样搭出来好看 太后 加在一起 总共三百万两 不够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这账得细算 就说每年穿衣服吧 对 那我来 那非得放这个吗 总得两万两银子 可以 服饰服饰 不能有福无事 就说衣服上的饰品 总得两倍的用度吧 臣以为 太多了 老佛爷当年一根金钗 就是万两银子 那就衣了太后 行啊 有衣服就得有鞋帽 你说该多少啊 这个 臣说不好 鞋帽是要经常换的 一年下来 至少五千两银子 太后说多少 就是多少 还有吃的呢 总不能让我过苦日子吧 这一人一个胃 他能吃多少吗 还有太监呢 三千多个太监 一人一天一口 你说该多少啊 这以后没有了朝政人 这么多太监 确实就没用了 你个狗奴才 踢死你 我打你 我打死你 你去不好了 你干什么 你个狗奴才 你狗奴才 奴才死罪 你干的好事 你记住滚 都是你干的好事 奴才死罪 你 奴才再给华上打 奴才死罪 你 你给我打上 你给我打上 那他们上哪儿去啊 还不得我养着 那就请太后说个数 十万两银子是最少的了 行 行 那就吃 十万两 还有取暖呢 太后 这么一笔一笔的算 得算到什么时候 全增加个数 太后看如何呀 那得看加多少 在原定三百万两以外 再增加 你给我打上 五十万两 一百万两 六十万两 一百万两 七十万两 不是这样 一百万两 这就搭好了 快快快 这块 你看 你看 马上就好了 是这块 好好好 就医了太后 不对 总数 一共是四百万两 这紫禁城内 是我大清的天下 没有一纸 谁也不准进来 连微臣也不准进来 你来干什么 你就要当大总统了 你进来 是你给我磕头啊 还是我给你磕头啊 永远是微臣给太后磕头 那为什么呀 习惯了 我让您看 我让您看 放这 那咱就说好 南海北海中南海 归你民国 皇宫大内 倪和园 归我大清 从今往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微臣遵旨 袁世凯 今儿是我四十寿臣 这出脱姑旧姑的戏 就这样演完了 三十寿老头 好 来 各位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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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颜色很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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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难了 来人啊 给孙文发电报 把那个什么临时约法赶紧鼓得出来 还有什么条件赶紧提出来 别跟杨拉屎似的 哩哩啦啦没完没了 对了 把我那辫子给我拿着 孙先生来点什么 来杯咖啡 还是咖啡啊 对 要糖吗 随便 来杯咖啡 大总统实不相瞒 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我投的是反对票 这没必要吗 什么 没必要 怎么没必要啊 南京是共和胜地 北京是封建据点 让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职 我看很有必要 反正啊 我投的是赞成票 反对也好 赞成也好 那是你们参议院的事 我就提出个建议 不过北京啊 确实不宜做共和国制度 小姐 小姐 实在对不起 民国政府包了我们的酒吧 外人不能进啊 先生 实在是记者 我是记者 对不起小姐 记者不应该算外人的 对不起对不起 楼门 楼门 田墨 来来来来 听我说行 下午为例 田记者 我们请了客鞋 小姐下午为例回来 老先生 下次就不能拦我了 顿初 孙先生 这是田墨田记者 您好 请坐 请坐 好 给他也来杯咖啡吧 加不加糖 我 加点牛奶 我去要去 我自己去 不不 你坐着 孙先生 这酒吧 比您的总统土还难进吗 这不奇怪 我管得了总统府 可管不了这个酒吧呀 不会吧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天底下 还有你总统管不了的地方 你对此 怎么看的 张默小姐 说句实话 我呀 我很喜欢见到你 可是每次真要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投他 因为你 你总是有这么多问题 要要要要 要不我 孙先生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您说 记者一生下来的时候 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刚生下来的人是不会说话的 哎 刚生下来的人就 哇哇哇的哇 错了 记者刚生下来的时候啊 他不哭 他会提问 而且他的旗带 刚被剪断的时候 他就会仰着头 问他的妈妈 他会说 请问这位女士 您是怎么把我生下来的呀 无愧是记者的一张嘴 不对啊 你笑什么 这 咖啡味不错的 好 天爷 您允不允许我 向你提一个问题 您这可是访客为主 本末倒置啊 嗯 不过看在您这个柠檬的份上 过去允许大总统 问一个问题吧 好 刚才我们 都在谈袁世凯 前都的事 对错 你也有什么看法 时报记者 制作客观报道 不发表主观评论的 嗯 我就请你做一次 评论员 嗯 是这样 目前呢 关于袁世凯 是否迁都的问题 各界呢 莫生于事 接着说 但是本报的观点是 袁世凯迁都的利弊 是争不清楚的 可是这种决策呢 是临时参议院所做的 所以只要袁世凯 承认自己是民国大总统 而不是封建专制的大皇帝 那他就应该 而且必须要服从 讲得好 这的确不是一个利弊问题 对 这是一个专制和法制的大事大非问题 专制不用说了 它是个旧皮囊 必须抛弃掉 法制 它是个新生事物 国民还不熟悉 人民还很陌生 如今 专制方死 法制方生 就在这方生方死之间 一不留神 哎 就知道 他就很容易复辟 你说是吗 没错 我要劳驾你啊 陈墨 我希望你 写一篇 警惕新平庄舅舅 新平庄舅舅 对 好好好 没问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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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包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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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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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先等我一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样啊 前渡的事解决了 本包早就解决了 没解决的是袁世凯呀 好 来 清喝一下 喝一杯 你还没喝够啊 就一杯 不行 不行 我还得回去发稿呢 只喝一杯 你又不急于这一时嘛 哎 罗参议员 我们的新闻 是以秒计算的 今晚无新闻 哎 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能竟选上议员 祝负你 山中无老虎 猴子成带吧 少跟我家行行的 哎 田墨田墨 田墨 我着急 干什么 嗯 什么呀 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啊 耽误了我的事情 你可要负责任的啊 我负责任 我负 你坐下 坐下 把脚抬起来 干什么 抬起来 干什么呀 看不见了 还要掉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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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了 我来叫车 黄包车 是 田墨 去报社找你 段初啊 前两天的戏文里唱得好啊 怎么说 一轮明月 一阵清风 一个才子 一位家人 投降投降投降 好 好好好 诺人 这个民国的新女性啊 那比男人厉害 你得小心伺候啊 我已经小心伺候了 孙先生 我们已经研究了 派五个专事到北京 好 去欢迎袁世凯 到南京就职 好啊 那太好了 我跟顿初去 你不去了 你呀 留在南京 住个班子 在顿初起草的临时约法上 在家认色 好吧 顿初 那就看你的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